今天这一期节目是为了填坑的 在护肤营养素那期节目里 我提到了市面上 从几块钱到几十块钱的维生素C都有 名字也各式各样的 像缓冲形式的维生素C 纸化维生素C 脂肢体维生素C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这些维生素C有什么区别 以及我们应该怎么选 欢迎来到生活家课代表 一个专门研究通过营养素 来改善健康状况的频道 我是客代表Tim 一名CNPA 加拿大健康产品认证顾问 我们还有一个官方网站 网址是lifepluscanada.com 频道里提到的商品 基本都可以在官方网站上买到 另外我们还在屏幕的右上角 留下了我们的联系方式 如果您有什么问题 欢迎通过微信与我们联系 维生素C 可能是大家最熟悉的 营养素之一了吧 它的学名叫抗坏血酸 这个学名来自拉丁语 意思是防止坏血病的酸 那坏血病是由于长期缺乏 维生素C 引起的一种疾病 会导致牙龈出血 伤口愈合缓慢 皮肤出现 淤点整症状 在早期大航海时代 海上的水手呢 因为经常缺乏 新鲜蔬菜和水果 而容易患上这种疾病 后来科学家发现了 维生素C 并证明它能有效预防 和治疗坏血病 所以就起了 这个抗坏血酸的名字 现在的研究显示 维生素C的作用 远远不只是治疗坏血病 它是一种重要的抗氧化剂 也对免疫系统运作很重要 另外 它还可以促进 胶原蛋白的合成 促进铁的吸收 保护细胞 免受氧化应激损伤 从而延缓衰老 减少慢性疾病的风险 用万能的六边形战士 来形容它 并不会过 有关于维生素C的讨论 其实非常多 很多人对维生素C 也有一些误解 比如 很多人来找到我们的时候 会强调 给我来一款天然提取的 不要合成的 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想法 一旦产品的标签上写了抗坏血酸 感觉好像就是人工合成的 而写了比如 樱桃提取的 就是天然来源的 其实这个想法 并不完全准确 首先 无论是人工合成的维生素C 还是天然水果蔬菜 提取的维生素C 它们的分子结构 都是一样的 都长成这个样子 从理论上来说 它们所能起的效果 也是一样的 其次 目前健康产品和药品行业 90%以上的维生素C原料 其实都是从玉米淀粉 或者小麦 通过微生物发酵的方法制成的 这种方法产生的维生素C 质量稳定 而且价格便宜 所以应用非常广泛 也算是天然来源 对吧 反而是纯人工 用化学成分合成的维生素C 其实非常罕见 当然 有一些厂商为了保证独特性 会选用其他来源的维生素C 并把它作为卖点 比较常见的是卡木果 真叶樱桃这些 当然代价就是 制作工艺没有规模化的优势 价格往往也更贵 像这样一瓶维生素C 价格是普通维生素C的两到三倍了 那很多人会问 不同来源的维生素C 在吸收率上会有不同吗 美国的俄勒冈州州立大学 还真做过一项灰蜀分析 包括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也收录过类似的论文 他们的结论非常近似 就是不管是天然来源的 还是所谓合成的维生素C 生物利用度是基本相同的 没有本质的差别 而且不同食物来源的维生素C 不管是柑橘类水果还是浆果 维生素C的生物利用度 也基本是一致的 身体对这些来源的吸收效率 也基本相当 那为什么很多商家会宣传说 天然来源的维生素C 生物利用度会更高呢 这其实是厂家宣传当中的 一些小技巧 因为的确有一些实验显示 维生素C和生物类黄酮在一起 会一定程度的提升 维生素C的生物利用度 而天然来源的维生素C 一般都会保留这些生物类黄酮 所以真正提升生物利用度的 是这些生物类黄酮 如果你细心的话 选配方里含生物类黄酮成分的 维生素C 就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了 那说到这里 你可能会问 按你这么说 不是货架上随便选一个 最便宜的维生素C就好了 那缓冲维生素C 质质体维生素C 纸化维生素C 是厂商骗我多套钱的吗 别急别急别急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来说说维生素C 在作为补充剂时 面临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 维生素C是酸性的 也就是说对有一些人 尤其是有胃酸反流 胃炎胃溃疡的人来说 维生素C的酸性 可能加重胃酸反流 也可能加重炎症 或者溃疡的症状 第二个 维生素C是水溶性的 所以短时间内摄入较大的剂量 比如常见的1000毫喝 会有较大的概率 随着我们的尿液流失掉 缓冲维生素C 质质体维生素C 止化维生素C 就是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而推出的 咱们先说说缓冲维生素C 它的英文名字叫Buffered Vitamin C 通常是在普通维生素C基础上 结合矿物质 如钙、铭、钾 形成抗坏血酸盐形成的 它可以降低维生素C的酸性 减少胃肠道的刺激 吸收也更稳定 非常适合长期服用 也是未敏感或者有慢性病 需要长期补充人群的首选 质质体维生素C 英文是Lipsomal Vitamin C 质质体是这几年非常流行的技术 具体说是叫营养素 也就是维生素C包裹在磷脂里 而磷脂的结构 和我们人体的细胞膜非常相似 你也可以理解成 这个包裹的过程 把维生素C化装成了人体的细胞 从而可以更好地潜入我们的身体内部 更快速地提高我们身体里的维生素C水平 那也正是因为这个特性 质质体维生素C 比较适合需要强效抗氧化和免疫支持的人 比如在疾病的恢复期 或者高压力环境下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 纸化维生素C 一般在补充剂领域 纸化维生素C特指一种专利成分 也叫Easter C 它是抗坏血酸钙和其代谢产物 像脱清抗坏血酸等成分的组合 你也可以理解成 它是一种专利形式的缓冲维生素C 它一方面没有普通维生素C的酸性 对胃肠道的刺激很小 另外一些临床试验也显示 纸化维生素C在白细胞当中的停留时间 最长可以达到24个小时 意味着可以更好地提供免疫支持 好了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这些维生素C该怎么选了 如果是日常保养 选普通的维生素C没关系 唯一一个小建议是选这种 添加了生物类黄铜的产品 这里面有一点水果提取物 芦丁等等 如果不差钱 可以直接选这个 维生素C是从西印度樱桃 和真叶樱桃里提取的 基本是维生素C来源的天花板了 如果肠位不好 或者想长期补充维生素C的话 首选缓冲形式的维生素C 一般的缓冲形式维生素C都会添加一些其他成分 像这一款 还有一些黑胡椒 白利卢醇 都是可以帮助维生素C吸收的成分 而这一款里面有赖氨酸 骨光肝钛等 价格小贵 但希望美白 或者本身有缺点性贫血的话 选它非常值得 如果希望短时间内提升维生素C的水平 比如缩短感冒的恢复时间 或者流感剂 想避免中招 可以选这种支质体的维生素C 必要是可以加大剂量 以改善状况 那它还有液体形式供你选择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 最后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有些人有自体免疫类的问题 这典型的就是过敏 那就可以选这种纸化维生素C 很经典的就是这一款 我们有一些用户也是它的长期使用者 包括我自己 也会把这一款放在我的补充籍清单里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这个频道专门研究通过营养素 来改善健康状况 欢迎关注点赞 了解更多营养师推荐的加拿大健康产品 如果你希望购买视频里提到的这些产品 可以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livepluscanada.com 或者在视频的description里 找到产品对应的链接 那想提醒您的是 我们网站上的大多数商品 都可以邮寄到加拿大 美国以及中港台等国家和地区 当然如果你刚好在加拿大的温哥华 也可以来我们位于列治文的线下门店 来找我们聊聊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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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